看到中药您会想到什么呢 不是要炖补食材 今天带您来到这家 以中药熬煮饮品的店家 前身是经营四十几年的中药行 从一开始熬煮给家人喝做起 后来为了改良成符合大众的口味 老板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光是一道桂花乌梅汁 就至少改了三次的配方 因为我太太他们家是中药行 中药养生的东西 他们其实就从小就开始喝 然后一开始只是他们 就是家里自己煮自己给家人喝而已 大家都知道喝起来 中药东西其实喝起来 就会有一点很重的药草味 然后他爸就是把这些配方 再经过我跟我太太 应该说调配之后 变得比较皮液净人的 比较养生的饮料这样子 就从小就认识的朋友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中药行 一直都知道 对所以就是比较安心吧 然后又蛮干净的 对就比较放心这样 因为成分啊什么的 我们都比较清楚 不会中药味很浓 就是喝起来还蛮清爽的啊 很顺口 过来后面我们就大概调了 大概至少三次的口感了 酸度有 然后在煮的方式也有改过 从一开始可能大锅下去煮 到后来 但这有点商业机密啦 就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把它特别挑出来 先熬煮 然后再加什么糖 再去熬煮这样子 会分开 然后时间上又有去调整过这样子 新草茶不会苦 会凉凉的 那苦瓜茶是像现在天气太热 那我有时候会买回去分小孩一起喝 那我们家的小朋友敢喝他们的苦瓜茶 他的苦瓜茶不会苦 喝起来就是有点像果汁的味道 所以小朋友很能接受 我们很喜欢喝他们家的冬瓜羊柑橘 因为最近天气很热 然后有时候觉得很烦躁 然后喝了以后其实会觉得很降火 然后我们家的宝贝 他很喜欢他们家的冬瓜茶 就是孩子的那个回馈是最真实的 他就是都可以喝完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间就是比较好喝 然后比较天然这样子 为了满足追求口感 又想要兼顾养生的顾客 店家舍弃一开始卖的珍珠 改用寒天结合自家熬煮的茶饮 做成外形犹如龙珠 也像是放大版珍珠的球洞 造型可爱又吸睛 因为讲求天然不添加防腐剂 店家的茶饮都是限量熬煮 不放过夜 所以要点到想喝的品项 有时候还得碰碰运气 高温炎热时来杯养生茶饮 消暑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想要增添口感就加入寒天球洞 酷热的夏天好像就不那么难熬了 记者周福庆蔡宇文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lison 油灯 词词 李宗盐 逅音乐 心态